加州干旱警报持续 加州水资源管理委员会日前公布数据 指于去年相比加州全州用水量 在5月不减反征 呼吁大家要好好节约用水 其实仔细分析 加州全州绝大部分地区的用水量都有显著下降 只是我们居住的南加州 是全加州用水量增幅最多的区域 增幅高达8% 进而造成全加州平均用水大增 根据加州水资源管理委员会 针对干旱所公布的数据显示 全加州民众在5月份的用水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% 但各地用水量并不平均 在自动节水的宣导下 全加州用水量均有下降 加州首府沙价免度成效最佳 下降了13个百分点 但南加州的用水量却增加了8个百分点 北加州的北拉红毯区则增加了5个百分点 这两个区域造成全加州的平均用水量 呈现上升的走势 因此谈到节约用水 南加州可说是难辞其咎 加州将从8月1日起 在全加州实施室外违规用水罚款政策 唤醒加州民众的干旱危机意识 南加民众应该特别小心 好的